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聊一下 我认为我们学习编程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 有时候我们会谈到互联网 那么大家在聊到互联网的时候 你第一个月入你脑海中的比较形象的事物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月入我脑海的第一个事物是网站 那么网站是外部编程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误区 是不是说编程就等于是外部编程呢 可能我直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 很多同学经过自己的辩证思考之后 回答的答案是否不等于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 我们的潜意识里至少是没有区分编程和外部编程的 我们会潜意识里会认为编程就是等于去做网站 或者是去做APP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 甚至是传统的软件公司 他们所经营的业务或者是提供的职位呢 都是和外部相关的 外部编程的职位呢 占了绝大多数的职位数量 但这并不代表编程就是等于外部编程的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网站 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需要我们用编程来解决的 如果说我们学习的是加瓦或者是PHP呢 你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觉得还好问题不大 因为他们的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外部上面 但是如果你学习的是Python的话呢 这个经典误区大家是一定要避免的 这是因为Python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 绝对不是只是用来做外部的 外部只是Python编程的一个方向 既然我们在这里呢聊到了外部 那么下面我想和大家谈一下我所理解的外部 那么在我看来呢 外部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它应该是一个基础 这里大家一定要区分 外部编程和网站它们有什么区别 之前我说过了做网站只是外部编程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我们整体的来看外部编程这项技术的话 其实外部它已经是一个基础了 以前啊我们要去学习编程 我们通常指的是学习一门语言 比如说呢我们学习汇编 学习C 学习VB 在我们这个时代啊 我认为每一个开发者呢 都应该去学习一下外部的开发知识 我们可以举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爬虫 或者是说做数据服务的提供 再或者是说呢 我们就做数据分析 其实如果大家深入去做这些技术的话呢 你会发现 没有外部编程的知识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举步维艰 那其实外部编程呢 它之所以现在是一个基础的原因呢 本质还是在于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有网络的地方 就需要有外部编程技术 好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 外部编程确实是最好的语言学习事件 如果说我们要学习一门语言 不管你做什么 只是去学习语法本身呢 你是很难以把这个语言的精髓学习到的 我们必须呢 要去实践 那么实践的最好的方向呢 其实就是做外部编程 因为外部编程呢 它需要我们有很强的业务逻辑思考能力 外部编程同时呢 也需要我们有非常宽广的知识面 它要处理的问题是很多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管你准备拿python去做什么 最好呢 都能够去了解和学习一下外部编程 所以我建议大家